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这是大年初一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简称男足 是给今年的运势添堵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今年啊 冬奥会这个面子工程 之后呢 这个咱们这个属于 就是团体BIG金秋 因为这是个风向标 对我来说呢 最关注的就是 不是谁他妈当上去 不是谁上去 而是在于 能不能回国的政策 别这么操蛋 是吧 别弄得各种检测 我回国机票能便宜 然后别他妈隔离 我操他妈的 就是我的愿望就是这个 我不想把我这个 有限的资金贡献给 这种无耻的政策当中 这是我的初衷 当然你看这个国足嘛 这个是个好彩头啊 是不是给越南人民 公众信念 这是不是代表了 我觉得啊 在东亚文化当中 这个体育赛事 是和你的国运是相关的 相关的 尤其是这个国足 尤其是个男足啊 男子足球 的确是这样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大年初一 这个国足呢 给东亚地区的华夏 贡献了如此丧气的 一场比赛 是不是也预示了 今年的这个 所有的东西 怎么说呢 会有一个水落石出 变现成 就是给你打回原形的那种 一个动力 我是这么认为啊